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 是 6月 12日 6.1.2 一周年 這一節是我們一個 專輯來的 不是 放在頭條上 因為頭條 今天6.1.2當然是說6.1.2一周年 這一節我們就想說一說 香港人一個問題 在最新的 全球生活報告裏面 列出了十大樓價最貴城市的生活成本 這個 除了住宅價格之外 還對一些日常消費的數據進行調查 在十大樓價最貴的城市之中 香港也是平均月薪最高的城市 折合每個月3.96萬港元 高於第二位的毛尼克3.73萬港元 以及第三位的新加坡2.57萬港元 這個數字 大家聽起來覺得 好像不是很合理啊 我們哪有39,000多元一個人平均 當然 是沒有的 很多初初 畢業出來的年青人大學生 都是12000元 14000元 那麼很多 我們幫很多的求職者找工作 坦白說這幾個月來我們都幫了很多人找工作 很多人的要求只是1萬元 12000元 但是也很難找到一份工作 疫情一來到的時候 基本上 是 大部分工都沒有的 我們現在只能夠是找一些兼職 幫他做 譬如有些地方的炒散 餐廳的適應啊 甚至是清潔 保安員 我們也有安排 那麼當然 另外可能有些裝修 做地盤 但是這些體力勞動的事情 未必每個人都可以做得到 好了 香港人 39,600元年薪 月薪 究竟是不是 當然有部分人 是有啦 很多人都有 在中環上班 不是白領啊 是一些管理層啊 或是做Ibank啊 又或是做 律師啊 醫生啊 那些當然不止啦 是不是 律師未必 要看看 什麼律師 醫生可能有十多萬一個月的 其他 不同工種 有不同人工 但是他的平均呢 應該真的把 高低的也拉勻 平均拉勻了 我不知道他怎麼算出來 有沒有真的那麼高呢 第二位 我讀一讀好嗎 香港人 全球樓價排名第1是香港 平均的月薪每個月3.96萬 二人外出的消費呢 是 400元 即是計算兩個人400元 健身室月費是582元 一杯咖啡的 消費是36.1元 那麼這條數呢 咖啡香港是排第二季的 第一 原來是杜拜 是貴我們兩個幾一杯 即是說香港已經是貴得很離譜的了 第二是莫尼克 是3.73萬 這個兩個人 出去消費 用膳的消費是517萬 毛尼克一定是貴的 健身室是283元 即是香港的好水 咖啡是25.6元 第三位是新加坡 平均月薪是2.57萬 二人外出消費是吃飯是335元 新加坡比香港 當然比毛尼克便宜 健身室相對來說是貴的 要748元 應該是最貴的就是新加坡 如果說健身室的月費 咖啡一杯30.7元 好了 第四五六位 大家要聽清楚 因為 這個數字 是使得很多人很沮喪 玻璃心即時粉碎 就是 第四位是上海 平均月薪港幣5942 是5942 港元 港幣 港幣 剛剛高過 全國7500萬人口 高過5000元收入 人仔 因為北京大學做了一個研究統計 全國有7500萬人 他的收入是超過5000元人民幣 兩人外出消費 五線的消費是223元 健身室是418元 上海也不是便宜很多 一杯咖啡是32.7元 第五位是深圳 平均月薪是5327元 比上海 吃飯也是一樣 223元 北京 上海 深圳也是一樣 223元 兩個人出去吃飯的平均 深圳的健身室是266元 便宜過上海一大截 可能深圳地方大 咖啡就貴了 要34元 北京 6273元 這個月薪 吃飯一樣 剛才說了 223元 健身室361元 咖啡一杯33.3元 好了 7890 也是 美加歐洲城市 7是溫哥華 八是洛杉基 九是巴黎 十是紐約 而溫哥華人工是27,400 洛杉基是30,300 巴黎是34,900 紐約是36,700 即是香港 樓價最貴的地方 平均月薪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穆尼克樓價最貴 全世界越新也是排第2 這兩個比較 統一一點 但是 紐約 樓價是排全世界第10 巴黎是第9 但是他們的薪金分別是3.6、7萬和3.49萬 這個是緊隨香港、穆尼克之後的 排第3、4 但是樓價相對便宜 即是說 他們在那裏的生活成本 相對就沒有在穆尼克和香港那麼辛苦 新加坡就比較慘了 樓價是排第3 但是他們的薪金 低於香港一萬多 只是香港的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大家自己隨吧 好了 我們看看最慘的是哪幾個地方 就是上海、深圳、北京 第四、五、六位 他們的人均收入 只是香港的百分之一至七分之一 五千九、五千三、六千二 大約是七分之一至八分之一 即是十多 約是12至14%左右 香港的人工 但是樓價已經排第四、五、六 他們的樓價比溫哥華、洛杉磯、巴黎、紐約 人工也是 緊及別人的 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七分之一 但是樓價比人家貴 那麼你想一下 他們的生活成本 是不是很重呢 好了 一杯咖啡 在上海要32 深圳34 北京33 他們賺五千多元個月 喝三十多元一杯咖啡 一個月喝一千元 如果一天喝一杯 如果他們是 養成一個喝咖啡的壞習慣 他們一個月喝一千元咖啡 用五千元人工 喝一千元咖啡是什麼概念 節奪 說出來 告訴別人是節奪 第二 就要裝傻了 你賺五千多元一個月 是不具備飲咖啡的條件 所以誰行咖啡也可以做 因為賣十萬杯 你一天喝一杯 一個月都是喝三百元 那麼當然呢 造假的就是造假的 你只能夠是配合造假 才可以有飲咖啡的資格 不是說你沒有資格飲咖啡 是原因是你的薪資 如果你要 那麼裝傻 每一杯咖啡 你基本上 你賺得五六千元 是不是在 在裝 裝一些中產生活呢 是不是 這些中國人 打腫臉充胖子 肥子 打腫臉充胖子 其實就是 打腫臉充胖子 我們想說出甚麼呢 說出 香港人 現在是面對一個政治迫害 是一個大規模的中共政治迫害 接下來這群人 是全世界 最有錢的難民 而這群難民 很多國家都在計劃如何去接收他們 因為這群人 當然有部分可能收入沒那麼高 也有部分可能技術沒那麼好 但是他們 他們的創造力 在香港這個土壤是可以生存的 他們在 歐洲 在美加 澳紐 英美 澳紐加 或者在法國 德國 這些 西方文明的地方生活呢 他們是有機會發揮到他們最大的這個用處 而在大陸 就會有很多扼殺人才 扼殺創意的舉動 所以 我們看到 現在 全世界 都是在 爭相 迎接 全世界最富有的難民 那麼當然 我們剛才所說數的幾位 就是 上海 深圳 以及北京 這幾個地方 其實可以說是最慘 最可憐的一群人 他們的收入 只是及得香港的七分一至八分一 新加坡的五分一 紐約的七分之一 但是他們 承受著 樓價跟我們不爭不遠 而且還貴過紐約 貴過 巴黎 好奇怪 沒有倫敦 我看到這個表沒有倫敦 我也覺得有點詫異 倫敦進不了頭十名 樓價 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倫敦比洛杉磯、溫哥華 比北京、深圳、上海 告訴我們倫敦的樓價很划算 這件事真的要我們 要再問一下 資料是細邦、毅利士 我開始有點質疑 有甚麼理由倫敦排不到 排不到這個排名呢 好了 那麼我們想說回 內地的情況 因為 他們內地常常吹噓 中國已經賓少康了 很多人富起來 我們這些人有錢到 嚇死你呀 當然啦 貪官 常委呀 那些村官呀 總之 手掛到中國 民知民高的這些奸商 那些貪官 就可以有很多的錢 好似 早一陣子大陸拍了那套後浪 你們的後浪 當然是 那些 某常委家族的後浪 某某市長 某某書記的後浪 他們當然是可以有空潛水 去巴黎鐵塔 去滑雪 去打魚 去駕跑車 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他們想做甚麼都行 但是中國人 原來有6億人 賺少過1000元 有9億多人賺少過2000元 還有 中國 根據福耀玻璃的老闆曹德旺說 中國人 有11億人是沒有能力消費的 消費的定義不是買飯吃加一隻蛋 不是一日三餐 那些是基本需要 一頓飯 一個人 衣食住行是基本生活需要來的 住屋也是 他那個消費的意思 是你除了 衣食住行這些生活必需品 生存的必需 使費之外 是你可以用錢 去購買一些你的理想 或者你一些想做的東西 而是 不影響工作 也不需要因為工作而不做 這些就叫做消費 而中國人 是有11億無能力消費的 所以 很多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也看不到有一個人是台灣 所以台灣人當時 為甚麼會選到韓國瑜 是同一道理 他們看到你們香港人那麼有錢 一個月來 你們兩次台灣旅行 另外那兩次去了日本 為甚麼你們每天都去旅行 你們為甚麼那麼有錢的 來到台灣又買東西 花錢又多又爽快 因為他們不知道 香港人儲了所有錢 覺得沒有機會買樓 所以全部都洗夠了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香港人那種痛苦 很多人 三個月都賺不到39,000元 所以呢 這個貧富懸殊 是使得香港有很多社會問題 當然 政府的不公 才是最大問題 政府的不公 還想將他延續下去 下一代 所以我們這一代人就要反抗 這一代人不反抗 下一代又要革命了 這次時間差不多 拜拜